此次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提议大家 为全盛的未来共同举备 请问许总 下一季明星的诞生 主唱是否会是原班人马 主持人和制作人 会不会有什么变动 这个问题 我可不可以暂时保护 大家放心 我答应大家 到时候我会让你们都满意 其实今天 我有一个喜叙要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关于您跟许总的关系 一直有传闻 你们一直在秘密地交往 请问是不是真的 我们已经有了结婚的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 能提前公布一下吗 结婚地点在哪里啊 许总请正面回答我 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许总 许总 请您也回应一下吧 在这个场合 我不想喧宾夺主 我建议还是请 赵晓娜女士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明星的诞生制作过程当中的 种种算天苦劳 好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张晓娜 明星的诞生 明星的诞生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节目 她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我孕育她 看着她成长 一直到今天 她毕业了 我很爱她 但是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 所以我觉得 我是时候离开了 离开 为什么 什么意思啊 突然就要辞职了 辞职啊 张总监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是要辞职吗 是的 我要辞去全盛内容部总监的职位 张总监 您为什么要突然离开 是不是有什么隐情 没有为什么 是时候离开了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 明星的诞生第二集 谢谢大家 谢谢 张总监 媒体的朋友们 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我们全盛呢 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礼物 一会儿呢 我会亲自送到 每一个人的手里 谢谢大家 黄总 再给我们说两句吧 是 怎么突然叫我辞职了 怎么就辞职了 他这一点说法都没有 这怎么就辞职了 你为什么 发生这事了 你觉得你给你这个事 一会儿 四 八 三 三 我去干什么 怎么就突然辞职了 不突然 我想了很久了 不是你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那你也应该跟我商量一下吧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只要你照顾好自己 无论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是吗 那我们俩分手吧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最近很累 受了不少委屈 回去洗个澡 好好睡一觉 很快就会过去 好吗 我是认真的 我们俩分手吧 怎么了这是 咱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呢 一点都不好 哪儿好啊 常青 你要是愿意的话 以后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从今天开始 常青和张小娜分手了 你为什么突然要变成这样呢 你总得要给我个理由吧 我做错什么了 我对你没感觉了 从今往后我谁都不想爱 我只想爱我自己 可以吗 我打你啊 不是吧 人生 MAN 不是吧 我肯定是吗 好吗 我不是吧 我不想是吗 你吃东西 我不是你吃东西 我不是就吃东西 离开我儿子 离开我们的生活 我不想再见到你 公司是不是想让我辞职啊 有人是下过这道命令 你的胎气位置比较特殊 到后期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失眠 嫩嫩 很抱歉 对不住了 我没事老徐 我真的没事 这事 我感谢你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老徐悦 我谢谢你这么多年来 一直提前 我一直带着我 给我机会 真的 我事到如今 才知道你有多么大的压力 向导 我跟你一块儿见王来 咱们跟他好好聊聊 不用 老徐悦 其实我这个时候离开全盛 真的不是一个冲动的选择 我离开对于我 对于公司 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你放心 就这样吧啊 拜拜 拜托 我 dijo 妈 您告诉我 是你毕晓纳辞职的吗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他 我是个商人 怎么可能做 这种损害公司的事 明白